屏東科技大學有學生在學校的時候 實施 結果呢 所要求要出外面來協助車路的清廟 達到的指示說 其實這裡沒有方向 也沒有人贏得放學生去到路人 實在是很危險的事情 現在學校是來回應說 有車超級改善 現在台南市政府 他們是說其實健康的流程 是臨完要穿的 換工的家 還要放高通順 所以他們才對 學生拿車走在路上在扭車路 旁邊的車都是來來去去 還有學生在扭時 去回到幾次的車路要過 只要站在車路上慢慢在等 就有家長說 為什麼旁邊都沒有人贏的方向措施 也沒有人贏得相當危險 當時的所有事件都是應該要去做討論的 那我就 我甚至有跟他講 如果說今天我的小孩 如果因為這樣發生的事故 那我一定會追究法律的責任 平靠台的學生 七月七月七月 趁後來去外面的公司實施 讓人派到台南利翁路 入車路 好好也調 鴨皮出來瞭解 說學生都有請換工家 不過沒有因德人管 七月七月 已經有請求 上要趕緊改進 到部隊全科醫生 學校三學合作 有相關的規定 學校應該由相關 黨員來推動 也要有專門的老師 學校黨員也要輔助學生的安全鋼車 還要好好準備 除了要整個相關的安全措施 也要有保險 交通錐作為警示 先擺好 那擺好的時候 如果今天是在車輛比較多的時候 一般還會有一個同仁去協助 好好表示 要求手上改善後 就不再接到心所 學生也已經順利 完成實施 如果手上到目前 十個小時 前是也沒有規定 記者 中了布 距離